最後一個,講到網台的問題 就是你剛剛開始康復天地網 將會有什麼發展,有什麼要求呢? 那個很隨緣的,第一有一個動機 被人在一個網站找到他的保健 以及如何醫病的知識,基本 就是你不要盲摸摸 因為我最近接觸多了一些人有病 原來很多都是噹啊噹啊,是噹到出大問題 小病變大病 因為現在有些是看醫生貴 還有我們中國人社會就不太喜歡看醫生 他就是求買些藥,買些東西查,買些藥食 吐喊吐喊下就算 這個健康富貴網我們叫做,所以叫康復天地 第一個目的,希望給有病的人 或者想身體健康的人 有地方找正確的資料 這個第一個,全部免費的 嗯 現在我們一直都有很多正常資料上去的 而且特別有些方法令人盡量 不用花錢去拿到健康的 這個是我們的目的 第二種呢,就是有病的人 我們提供,我現在找了有十個八個叫做有功夫的醫生 和我做顧問醫生 我們的學會 他們會和我答一些問題 就是你家人有病 普通你又不用來找我,因為要收費 但是我們還未訂多少錢 譬如你一個家庭幾百元一年 除了買我們這些正常的奉品之外 有折頭呢,你可以來拿資訊 就是我們回答你問題 說有個家人有什麼病 我們給正確的方法來 應該是找什麼醫生 我們不去,我們的醫生不參與 但是介紹你看些什麼醫生 因為他家庭醫生 普通西醫都沒有 一般人不懂分科 又不知道行上哪些人看哪科 是比較專長的 我們給正確的途徑建議你 就是說你應該看這些醫生 在哪裡著手 這樣就希望幫到一些人 但最重要都希望那些人不用病 不用病做 因為現在社會很容易病 今早早聽收音機都說 癌症病超過三萬人 一年一年比一年增高 這個正常的 因為國內來的水 蔬菜水果有重金水 全部都不行 食物又不行 有基因改造 有激素 空氣又污染 所以很多癌症病都是不行的 有自己救自己